在这个颜值当道气之为王的年代 女星们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很有必要 否则一路傻白甜走到底 搞不好只能唠叨个美演技 且不久神仙姐姐刘亦菲 神传媳妇套装拍摄大片的小视频 在网络风转 养青美女刘天仙一秒钟进入状态 化身天仙总攻全女票无数呢 12月17日刘亦菲显身南京为其代言的 万表品牌活动展台造势 神穿皮衣黑裤的神仙姐姐一出场 便吸引了人山人海 这天仙宫气质往那一割 小编都忍不住要怒吼一声老公了 话又说回来 曾经的刘亦菲可是嫌弃十足 从冰清玉洁的小龙女 到柔情似水的王雨嫣 都美得不食人间烟火 如今频繁显露总攻气质 难不成要转型霸剧女王 其实我是一个站在大家面前的 这样一个人真实的人 演员让我知道了我自己的多元性 所谓原来那些角色 大家可能觉得十几年以前的那些 那些形象那已经是一个 小女孩刚刚开始的一个探索的过程 所以现在并不是说在刻意追求某一种角色 而我觉得真正的突破应该是 能够什么角色都演得好 也不排斥任何一种自己不喜欢的角色 去突破了这个的话 我觉得可能跟好演员会更进一步 老公啊你努力拍戏是不错 不过这圣诞将至不如放下手头工作 乘自机会要不要和男友宋陈倩 共度美好时光呢 圣诞节在工作 我就特别想有一个闲暇 其实能够准备角色 能够让自己放松 但是意外的这几个月 就突然排得很满 所以就是要在剧组里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